如何可以快乐没有痛苦的活着 慢慢的我明白每个情绪都是来经过我们身体的 而不是侵占我们身体的 以前我被网爆可能我一两个月相信 关在房间不吃饭 我就会瞬间明白 哦这个是他内心的想法 而不是事实而不是我来的 这个人是一个很易怒很烦躁的人 但是其实真正的他呢 是因为他的需求没有被看见 他累积了很多委屈 抛下一切才是活在当下 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到 原来真正的活在当下呢 是不要陷入过去的痛苦中 当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多处的空间和时间 可以去帮助别人 哈喽宝宝们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圈呢 我的Q&T又回来了 那么上一期呢 我就跟大家聊了我的近况 然后还有就是我将让自己生活满意度变高 那么先这集呢 其实我的原本的标题是 如何追求更高的意识层次和生命状态 感觉好剩哦 然后我就把他的标题换成了 如何可以快乐没有痛苦的活着 因为我自己呢 是从一个很痛苦的状态 转化成现在没有什么痛苦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人没有痛苦的活着 真的是太好了太快乐了 那么我就要分享我的几个方法啦 希望可以帮助到屏幕前的你们 OK第一点呢 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 那么我之前呢 会一直很痛苦是因为 你们知道玩那种 杀将尸的game嘛 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呢 是里面的那个杀将尸的人 遇到很多障碍 很多阻碍 而不觉得我自己是那个正在玩游戏的人 就好像我们在玩那个剧本杀 那个剧本杀很恐怖 但是我们怎样都会知道 哦 剧本杀很恐怖 在恐怖的世界里面的那个人 是主角 但是我们才是那个真正操控游戏的人 我们就不会那么 深陷里面那么可怕 对不对 一旦你知道你是在玩这游戏的人 而不是游戏里面的人 我之后呢 你就不会那么怕了 那我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我才恍然大悟 所以发现一直以来 我都当做自己是那个 在很恐怖世界里面的主角 而不是这个真正的我 然后我也没有意识到 我自己是情绪的主人 我一直被自己的情绪带偏 那么我在好像是抖音上 有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就是 其实我们要把每一个情绪 都当成是一条鱼 就这个鱼塘里面呢 有很多种鱼 是不是 就是有生气的鱼啊 有开心的 有伤心的 有烦躁的 愤怒 不安郁闷的 但是我们呢 才是这个池塘 我们不是那一条鱼 所以我们不应该呢 被我们的某个情绪带偏 去做出一些 原本不是我们会做的事情 慢慢的我明白 每个情绪呢 都是来经过我们身体的 而不是侵占我们身体的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 我们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 而不是那个情绪 现在呢 我就相信 我的人生的剧本呢 是我自己看过 我自己选择要来体验我才来的 所以我不会去责怪任何的体验 我不会去说 为什么我命那么苦 为什么人生要经历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每个体验呢 它都是一种经历 它没有好坏之分 就好像你去选了那个恐怖的剧本下过后 你去玩它 你不会去怪你自己的选择 对不对 你只会去体验它 所以呢 我现在学习成为我生命中的观察者 不要去批判或者去指责自己的情绪 或者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把每一件事情呢 都当作是一种体验 第二就是不被自己大脑欺骗 一直以来呢 我都会以为自己想的都是真的 直到我发现到原来 大脑只是我们收集所有讯息的一个工具 比如我们从小到大的经历 被我们收集在里面 然后再分析做出判断 但是我们大脑做出的判断呢 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每个人呢 都会根据自己经历过的一切 来做这个决定 就比如讲说 有些他们童年经历不好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 世界上是没有幸福的婚姻的 但是这个是真相吗 不是啊 因为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幸福的人 比如讲以前的我 我就是会一直觉得很自卑 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管身边的人讲说 你OK啊 你没有不好啊 我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这是因为我被我自己的大脑欺骗了 我总结的这个总结呢 是根据我以前经历过的一切 但是我永远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我呢 会让自己保持更多的弹性 有时候我的大脑会出现一些讯息的 比如讲说 现在在拍这个影片 还有讲说 你拍这个影片不好的啦 没有用的 但是这个是事实吗 不是 这个是我的思维 告诉我的事情 根据直败的经历 去总结而来的 但我们不被大脑欺骗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那么的局限 比如讲说大脑会告诉我们 你不够好 你不够优秀 你没有无限的潜能 你就只能够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很容易害怕 总觉得自己会失败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的大脑 不过我们讲的讯息 而是应该要相信我们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感觉呢 是不会骗我们的 第三就是翻篇的能力和速度 当我开始算是修行啊 去探索自己之后呢 我们是不会变成尼姑或者和尚或者神的 我们还是会有七星度雨 我还是会生气 我还是会伤心 人家讲我 我还是会难过 我还是会被attack到 这些情绪都是还会在的 但是是在于我们怎样去很快的翻篇 就比如讲说 有时候 你被人讲了一句话上你的心 你可以伤心一个月 你失恋 你可以失恋一年 但是如果我们学会有翻篇的能力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伤心啊 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不安的情绪缩短 以前我被网爆 可能我一两个月伤心 关在房间不吃饭 然后慢慢的我就变成了 用一个星期来释怀 慢慢的我用三天释怀 慢慢的又两天释怀 慢慢的我可以瞬间释怀 就好像现在有人讲 我就可以直接觉得 哦不用紧啊 我就不会让自己呢 有很多的时间困在伤心里面 而是可以很快的走出来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翻篇的能力 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让自己纠结在过去 过去发生的事情 它可以困扰我们很久 它可以让一个人 对一个人记仇十年 二十年 但是这个痛苦呢 是在那个 生气别人的人身上 而那个被生气的人呢 是毫无察觉的 第四 就是明白一切呢 都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投射 就比如讲说 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个照片 有一个人就说 这么以前炫富 另外一个人就说 哇这个好美啊 那是你这个post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而是每个人 他会根据内心的看法 来投射给你 就好像有的人看到女生 可以经常出国旅行 他们就可以讲说 哇这个女生一定是被包养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讲说 这个女生哦 一定是有认真工作啊 有努力 才可以一直出国去玩 所以你就可以马上的看到 那个人的内心是什么 所以当我本来可能有介意 一些人的留言的时候 我就会瞬间明白 哦这个是含内心的想法 而不是事实 而不是我来的 所以在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上呢 可能有些人他对你做的一些事情 不是因为你怎么样 而是他自己的内心怎么样 就比如讲说 今天我的朋友讲了一句话 朋友A会生气 朋友B听了不会生气 就不是他那句话有什么问题 而是你自己内心在意什么东西 你就会生气什么东西 所以当我们明白 这一切都是投射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过于在意别人 讲我们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会知道 那个是他内心的想法 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会去质疑别人 或者去讲别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马上意识到 原来这个是我自己内心的看法 而不是那个人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很喜欢 我在书本上看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当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你觉得他做什么都很讨人厌 你很讨厌他 但是他是真的那么讨人厌吗 如果他真的那么讨厌 为什么他会有他自己的朋友爱他 为什么他家人会那么爱他 所以我就马上明白了 原来不是他这个人有极讨厌 而是我有极讨厌他 所以我就瞬间放下了 我整个人就觉得轻松了很多 原来我讨厌别人 是因为我内心对他的东西讨厌 而不是他自己真的那么讨人厌 第五 能够看清每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 其实看到的很多东西 都是看到他的表面 但是没有去意识到 冰山下面的更深的意识 就比如讲说有一个人他经常的生气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是一个很意怒很烦躁的人 但是其实真正的他呢 是因为他的需求没有被看见 他累积了很多委屈 然后他才会发出来变成生气 又或者如果你的好朋友 突然间开始攻击你 诋毁你 到处在外面讲你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人 但是其实本质上呢 他是因为害怕 他太害怕被你超越 他害怕自己没有得到关注 他才会这样子的去诋毁你 还有就是可能在一段情侣关系中 这个女生会一直抱怨啊 一直觉得男朋友不关心他 不爱他 是因为他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没有被看见 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了事情的本质之后呢 我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行为 我们也会多了一份慈悲心 就是我们会理解 原来他这样做是有这样子的原因的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他相同的经历 如果我们走过跟他一模一样的人生 经过一模一样的经历 我们可能也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同情别人或者是拯救别人 我们只需要去观察他们就好 理解了他深层次的需求 我们就可以去帮助他 第六 真正的活在当下 我觉得活在当下真的是我在今年中领悟到最大最大的事情 然后我也很推荐你们这本书 就是我上次提过的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帮助我很多 就是教我怎样活在当下 以前的我对于活在当下的理解就是 活在当下就是要尽量过得很开心 把钱花光想做什么就去做 不用去管道德不用去管什么 抛下一切才是活在当下 但是现在我发现到原来真正的活在当下 是不要陷入过去的痛苦中 也不要对未来过于的担忧 而是真正去感受现在的每一个美好 总之每一个时刻都是当下 我们就要把每个当下过好 我们的未来的当下也可以过好 当我去练习活在当下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烦恼出现 我就会一去意识到 原来这个烦恼是来自于未来 还是来自于过去的 我就可以马上的去放下它 然后去把我自己当下的生活过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好啦这些就是我的分享 我觉得这几个点真的帮助我的人生很多 也让我从痛苦中抽离出来 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去提升自己 要去提高自己的意识层次 不是为了觉得让自己变成一个大师 或者是高人一等 或者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很多 而是我们要尽可能的 让痛苦在我们的人生中减少 或者抽离出来 才有空间装下更多更美好的食物 然后我自己呢 是相信人生是可以很美好的 只是我们自己怎样去决定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人生剧本的主人嘛 我觉得命是我们不能决定的 但是我们的运呢 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改变自己去改写的 当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多处的空间和时间 可以去帮助别人 然后我觉得这个世界呢 我们存在就是要来帮助别人 互相帮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下自己生命中的痛苦的事情啊 让自己可以达到一个很喜悦很平静的状态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活出真的是最真实的自己 然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希望我分享的都可以留言给我知道哦 还有你们有什么领悟也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希望大家呢在听了这些方法 或者是用这些练习 可以让自己的生命状态越来越好 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